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股市气象台 我是顾德头顾 高布杰 大盘回档了三天 到底回档三天之后 这个行情是不是要往上再创高呢 还是说就此就会做一个 开始做一个回档 基本上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一个议题 不过今天应该说我们曾主委讲了一句话 那基本上我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语来讲说 庄稼说当心外资撤离 你听的一定很有趣 其实今天报纸有写到这个 曾明中曾主委讲了一句话 他讲到说对啦台股涨得非常多没有错 而且外资净费入 好像这一波就是外资买的 但是他讲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说 曾明中曾主委说到市集 当心外资撤离 我俗称曾主委是庄家啦 因为你只知道股市啊 股市是政府开的一个合法赌场嘛 真的啊我们讲一个比喻他就是合法赌场嘛 好那政府的官员讲到说小心当心外资撤离 那也就是庄家在告诉你 在警告你了 小心这个行情来到了 相对历史高档区的位置上面 你要非常小心的 我相信上个礼拜在大盘创破坏新高 创六年来新高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曾主委他昨天讲的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在外资往上买了之后 你必须提防外资 他开始转卖 因为上个礼拜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当行情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外资从8501 一路买了2000多亿 2000多亿 2000多亿的台股的部位 所以这波涨上来又往上涨 就是外资买上来 但是当外资买完或甚至买不动 量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 我昨天有告诉大家 我们来讨论说 谁要帮外资抬轿 基本上我认为散户越来越聪明了 散户不会去追高 但是散户会等拉回来的时候拼命买 好那既然如此的话 外资怎么做呢 我会今天告诉你有几个现象 好 我说外资买完后就是跌 其实当甄民中曾志伟告诉你 当新外资撤离的时候 其实台股里面有很多的股 有一些股票早就已经开始出现 外资买完之后开始跌 甚至开始 开始赢转卖了 你不相信吗 盘面上很多的股票 已经有一些特定的股票 开始做一个回档 我就以尤达来讲 尤达一个半月前 也是外资买了74万张 一直一路买上来 好它可以 因为外资买 它可以推股价往上涨 好当时我也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量价背离 因为为什么量会缩掉 如果外资一直要买的话 它量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因为它认为说买不够 拼命买 会卖越多 但是并没有 也就是量越来越小 量价背离之后就是回档 好你回档的时候你仔细看 买了74万张之后开始转道了 转卖了 跌破季限了 好 但再一回档就超过两成了 这一回档就是两成了 那我说到散户啊 它变聪明了 它不会再 看到外资追的时候 它不会去追高 它会等拉回买 好 最近的融资开始增加了 到底这样子 散户这样子 到底买 拉回买是对吗 等一下我会透过一档 告诉你到底对不对 所以我们回过来议题来讲 你要提防外资撤资 所以说就算明天 如果有个反弹 当然我希望有个反弹 让大家做一个解码 当然我希望在这里 有一个反弹 让大家 来 这边照大一点给大家看 我希望这里有个反弹 让你想 真正想解码的人 赶快做解码的话 我当然希望能够有个反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直接跳下来 怎么办 如果直接跳下来 跟这个缺口 补了这个缺口 形成导撞反转的话 那会怎么样 你思考这个问题 我当然希望明天会反弹 那如果没有 懂意思吗 那为什么没有 就是外资直接砍出来了 你要注意 我们刚看到 友达已经开始跌之外 其实前一阵子也是一样 这叫奇邦 外资也是拼命买 买 推了股价往上涨 没有错 但是量价背离 我说到外资买完后就是跌 那为什么可以看出 他买完后就是跌 因为量价背离 他买的量 照理讲 量要越滚越大 才会持续上涨 但是我这个地方 有提醒过大家 你也懂得买要懂得买 结果呢 他一路慢慢回 你注意这个季线 从友达跟奇邦来讲的话 今天又有一档股票 也是同样的状况 它叫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会讨论这档股票 今天讨论这档股票 叫宏达店 宏达店回档 它破了 创了 两个月来的新低 好你仔细看 有人说要买第一基期 第一基期 对宏达店好像是第一基期 看起来好 然后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 然后应该说季线向上要买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讲 而且外资拼命买 你仔细看 外资买的时候当然股价会涨 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量价背离 买完后就是跌 最好的证明 除了友达 奇邦之外 宏达店也是 最好的证明就告诉你 很多的股票会循着这些股票的模式 外资买完后开始做回档 好那有宏达店怎么办 跌破季线 灌破季线 有人说要买季线向上的股票 第一基期季线向上的股票安全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真的季线向上可以买吗 对啊你葛兰币不要乱用 你葛兰币不要乱用 虽然是说这样的季线没错 但是你要记住 它如果是走长期 往下趋势的时候 你不要被骗到 好就像这里来这边看一下 对啊站站站继线啊 结果又跌 好再来 反正又站站站继线啊 结果又跌 站站站继线啊又跌 哦那再来这里呢 因为也是站站站继线啊 结果又跌破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你在用这个基础分析 你要知道 原来它的趋势是往下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是用 因为代表它空头的 整个大长线空头格局 是没有结束的 所以你站上纪线你去买这个 这样的股票 当然会赔钱嘛 好那会过头来 回到我们最根本的 如果当外资开始卖的时候 那它这三个月买最多的股票 你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这里提示一些风险 来 这三个月大买 外资大买的股票将台积电 大盘大涨就是外资买台积电往上拉嘛 好你要注意 都有讯号 我说量价背离 那也就代表外资买完后就是要跌哦 你要注意哦 当然日月光也一样 这阵子外资拼命买 买了非常多 好它往上涨 那买很多会涨嘛 没错 但是买完后就是跌的 前兆就是量价背离 再来 细平也一样 外资拼命买 买了一缸子 持续买推升股价上涨 但是这个量 有量价背离的情况 所以你要提防外资买完后 它就是做一个回答 就会循着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的例子 比如友达 奇邦 宏达店 买完后就是下跌的模式 开始做一个回答 你非常要小心哦 再来 还有什么外资的股票你要避开 这叫合索 这一年来外资拼命买 但是买的过程当中量一直缩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非常看好 外资要拼命买的话 它量是量滚量越来越大 它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多头 但是呢 它来到这相对高档的时候 它量是缩掉了 那也就是说你必须提防 外资买完后就是跌 外资买完后就是跌 你必须提防 再来还有呢 这三个月来 外资买的联发科 买完后 但是量价背离 结果回档 我当时也有告诉你要避开 好反弹了 现在反弹了 好你注意反弹也是外资买 好注意哦 量缩了也回復这缺口了 好外资买完后买了这么多之后 你必须提防 外资买完后就是下跌 你必须提防 还有 我把一些重要的指标股 跟大家讲一下 就像可乘 这一波弹上来过程当中 砍也是外资砍 好涨也是外资买 你仔细看哦 它在涨过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量出现背离了 也就是说 外资有买完了 买完了 那你仔细看为什么涨不上去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外资买完后 它就是要跌了 这些股票你要非常注意 在除了电子股之外 也有一些非电子股的部分 像富邦金 昨天创新高 好 这阵子外资也是拼命买 好你仔细看哦 昨天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前天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量是开始萎缩掉了 也就是说 外资买完后 你就必须提防 做一个下跌 你要非常注意 这是金融股的指标 好 再来前阵子 外资也买了 中概股的保存 你看一支买 当然买的时候一直涨没有错 但是买到 买完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量价背离 通常这个情况下 就是会出现一个回档 所以你必须提防这些指标股 做一个回档 好 当我看到宏达电 站到基金往上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什么 TPK TPK也是站到基金之上啊 但是你仔细看 它涨的过程当中 也是外资买外资买 但重点来 过高的过程当中 量价背离的情况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说 好你注意哦 外资买完后就是下跌 你有这样的股票 你至少要先避开一下 来 同样的还有一些股票是之前外资已经砍下来了 这叫鸿海 你仔细看 它已经开始出现跟季线做一个修正的一个复乖离 这也已经开始符合我所谓八野 跌破季线反弹修正复乖离之后 早卖点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但是呢 重点是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融资啊 散户却一直拼命接 我就说啊 很多散户不会去追高 但是它会趁跌的时候拼命买 但是呢 如果筹码流向了散户 你觉得会涨吗 所以你注意哦 你注意哦 负乖离已经修正完毕了 你要注意哦 右键空点跟卖点 很多人问我说 那为什么你这里要看保守呢 其实我不是一个死空头 虽然我在这里 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 9000这个位置上 我告诉你说要小心 要避开这个下跌的风险 好 当时我真的是告诉你说 我认为基本上 行情会做一个快速下跌 结果真的出现一个快速下跌之后 来到了这个10月中的附近 来到8500 8600附近之后 我告诉你说 空单要回补 不可以再放空 而是要开始空翻多 空单回补 开始进场强短多 结果呢 当时10月17日会告诉你会大涨 会大涨 所以基本上我不是一个死空头 所以说但是呢 来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从这个地方哦 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 来到了这个相对高档区域的时候 我不会叫你买股票 是因为我秉持的 这里的是一个相对高档 进去买股票的一个获利空间跟风险 哪一个大 你真的要赶快去衡量看看 到底现在这个行情会怎么走 而是接下来 如何在这个股市当中 这一整年当中 你如何去把你的财富累积起来 去赚大钱的方法呢 昨天我已经告诉你一个方法 今天我还会跟你讲一些 更多的一个细节的部分 有待下个阶段 我来告诉大家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雇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勿惠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顾得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雇 顾得投雇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大池摩天轮馆 冬日购物节 挑战全年最底价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参加冬日购物节 交通很方便哦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关 2913 1333 现在台股在处于一个 所谓9600个相对高档位置上面 到底要如何在股市当中 才能所谓的赚大钱 基本上我希望我能够 教导大家一些方法 让大家有所收获 有所成长 但是在讨论之前 我请大家看 来 这台股啊 从这里 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请大家看 这个位置 现在来这里哦 这个位置 赚大钱的方法是什么 有两种 买股票 放空股票 好 在讨论这个情况之前 你先思考一个问题 我给他看一张图 来 就是这个 这是民国96年 这里是9800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请教大家 这个位置如何赚大钱 赚大钱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当时你说 我知道 买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 你回顾一下 当时一定很多人说 买股票因为冲万点 一万二一万五 当然要买股票 来 结果呢 来我看这边 好 结果答案揭晓 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怎么走 买股票 好 我相信啊 如果是买股票 恐怕是断头啊 或甚至是融资买的人 是一个 应该说 买股票可能是腰斩 股价腰斩 那融资买的人是断头啊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上 我请他思考 当时如果你这个位置上 你会选择什么 好 现在又来一次了 现在又来一次了 这个位置上面 到底赚大钱的方法是什么 买股票 我跟他谈一个轻松的 给他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人在走钢索 他好像是要 展现他的一个平衡感 走钢索 但是呢 偏偏旁边就有一条大路啊 有一条大路啊 很平衡的路啊 走得很安全啊 要慢走 要快跑 都有啊 用爬都可以啊 走钢索 一走不好 就会掉到万丈深淵下面 掉下去 就会受伤嘛 所以从这张图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仔细看 从这张图 我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选择走钢索 还是走马路 走大路 好 这个位置上面 什么是走钢索 什么是走大路 买股票 是走钢索呢 还是放空是走钢索呢 你思考一下哦 当然 我已经跟你讲很多 在历史高涨位置上面 处于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的 风险跟利润怎么去衡量 当然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到底是这样走 还是这样走 是这样走 还是这样走 好 那当时 你仔细看9859的时候 当时是这样走 还是这样走 我们就来拭目以待 好 同志们 你现在是不是空手 你现在是把股票都卖完了 然后现金把留在手上 或许你也很想认同我的看法 想放空 对不对 那放空你会担心说 今年又面临一些空单强势回补的限制 那到底你就不敢碰 先跟大家讲 我昨天有讲过 股市创业计划 基本上 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在空头格局 跌得快的 通常空头格局是 基本上一年就跌完了 它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相对的 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你想要赚钱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 你非常好的机会 会不会赚大钱呢 我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给你看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来 当时群联 你仔细看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9859在位置上面 很多的股票是在这个位置上 早就已经见高点了 就像当时 我昨天跟大家讲的股票 很多都是早就在提前见高点了 结果呢 这个地方 在9859的时候 9859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早就已经开始回跌了 现在也很多的股票是这样子 好 到底 如果你现在想放工的人 我教你一个秘诀 它是真的 但是你需要时间 这一整年 完完整整一年的时间 你需要一整年的时间 面对这个行情 那这个行情有操作技巧 那个技巧 我教你 来 当跌破季限的时候 你懂得要去找空点 基本上我昨天跟他讲 葛兰币八爷的底论 跌破你要懂得空 好 那比如说当时420 你空一张群联 9成的资金 你需要378000 好 你就只要378000的资金 好 跌跌跌跌跌跌跌 但是不是一路爆 是因为你会怕说 是不是要强制回復这个问题 你基本上 你看到跌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你要懂得先补一趟 因为他跌完后都会反弹 你的技巧先补一趟 好 就跌到170 这张中250块差价 就是一张有25万的差价 那你当初投入的是378000 结果你放空他 好 你需要时间坚持到底 好 那你就可以赚取25万的差价 结果你的本从378000的本 变为了62.8万的本 好 不要放弃哦 继续哦 他中间会反弹 那也会面临除全息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需要等他除完全息之后 再去空他一次 这个地方就是除完全息之后 来 回测记线之后 早卖点 当时150 150块 他的保证金需要九成 150 好 那需要13.5万 好 你当初 资金从378000变为62.8万之后 你可以哦 你现在就变得可以空四张了 你知道吗 这地方空下去 好 空四张之后 但记得啊 连续跳空之后你要懂得补 当然不可能补最低点 我认为相对低档就够了 150块跌到55块回补之后 你一张赚了9万5 四张的话你就可以赚到38万 好 那你当初从37万变成62.8万之后 你又赚了38万 结果咧就变成了100.8万 100万8千块 但是呢 他需要记忆率 他需要技巧 什么技巧 你就遵照着 技术分析的铁率去做就对了 而且你需要的是时间 而且是需要 完完整整一整年的时间 因为空头通常是一整年 你在空头一整年的时间 你就跟他做就对了 因为他给你的报酬 绝对是合理的 绝对是值得的 再重点是你的方法 怎么做 你也担心 要面临了除全席的强制回补 那个问题 基本上我认为那四个问题 我可以帮你解决 为什么 颈多停支卷 停卷七天 那你去找除全席之前 先回补 当除全席后再去空 那个标的选下来之后 你空下去的话 就像这个 当时空下去之后 除完前期之后再空 那重点是 先赚这一段之后 你把你的本累积扩大之后 来再等 或者是还有更好的选择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 还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这里是当时的国防雨 跌破基线反弹早卖点 这地方100块 好你当初投入了 一张成本9万块 你这空5张45万 好从这个地方跌下去 你记得先回补一下 好那5张呢 100块到40块 你这样赚6万块 5张就30万 所以你当初45万的本 加了30万变成75万的本 好第一段你就先赚这段 然后接下来你等 除完全席之后 再空另外一段 这中间过程 你可以去选择找别的股票 但这中间它除完全席之后 你在空 你可以变为这样 真的 这是办得到的 这是办得到的 而是你有没有决心 我相信你现在可能手上有资金 或者是你手上的股票都卖光了 你就是在犹豫说 高老师讲的到底 高副总讲的 放空到底对不对 你在那边丢毒 你可能会害怕 有时候赚钱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的话 你一定要有纪律 而不是怕 就是因为你没纪律 你不敢 你有纪律的话 你绝对敢 那我相信 这些赚钱的方法 我现在都会带我的家族成员 我的会员这样操作 如果你真的 想要让你的财富累积的话 我还有几个要求 你资金是不限的 但至少要三五十万嘛 但你要有农捐户 你最好农捐户 而且你可能遵照我的操作 继续执行 重点来了 我是不二价的 我的会员费最近在调涨 因为赚钱的方法是无价的 所以我会要求这是不二价 因为毕竟 我要把这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要把这一套赚钱的方法 交给你 待你在这一整年当中 从这里变到这样的话 需要方法 需要我指导 相对的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 欢迎跟我们夫人 询问这个 股市创业就要财富重分 被专案的一个内容 你随时都可以 跟我夫人作业联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评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写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情专写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森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